Hello 大家好 我是Anny 今天來分享一個可以速刷圖鑑上研究課題 紅勾勾的方法 我猜這應該是個bug 不知道會不會很快就被修復 不喜歡bug的訓練家 還請現在速速撤離喲 方法非常的簡單 你只需要一個信得過的 也有玩二週四的朋友 我們需要來到村內一寶攤這裡 找NPC對話 要交換寶可夢 選擇你想要完成圖鑑課題的那一隻 這裡要提醒大家 交換寶可夢是很有風險的 一定要找你相信的人哦 那你的朋友也可以選擇 他想要完成課題的那一隻 接下來就是交換 這個bug比較適用於 那些稀有的寶可夢的課題 例如時空彎曲限定的那些 多邊獸 小瓷怪等等 在我們交易完之後 緊接著再次的交換 換回彼此剛剛的那一隻寶可夢 也會看到說多邊獸回來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結束交易了 來看一下結果 在左上角這邊 會顯示完成了補貨次數的課題 而且是我送出去的多邊獸 和收到的小瓷怪 都有拿到加1的補貨 那我們就可以用這個方法 用同一隻小瓷怪 去完成15次的補貨課題 以前的寶可夢系列 透過交換可以幫忙完成圖鑑 但本作這個方法 可以用同一隻來完成更多的補貨課題 當然啦 自己去手動完成所有的紅勾勾 才是最有成就感的 所以大家也有自己的判斷要不要用這個方法哦 如果大家真的想用一下下呢 建議可以選時空歪曲稀有出現的 還有那些要用進化道具 或者特別技能才能進化的那些 例如上一部影片提到的特殊條件進化 例如千針魚 需要使用鋼猛模式 就是獨千針20次才能進化 那補貨5次的課題 就等於是要用100次的獨千針 一部家族也都需要使用進化石頭 也可以考慮利用一下這個方法 那這就是今天的分享咯 如果想要收看更多關於二爾周斯的內容 請記得要按下訂閱 也不要忘記幫我點個喜歡 加入我的頻道會員支持我吧 我是Anny 我們下期影片再見啦 Bye 我們下期影片再見